火箭女孩的西游大冒险 十六 山神的故事 老奶奶向罗希走去 您是谁? 罗希问,她看了看四周 您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这里的山神 老奶奶说 山神? 罗希扬了扬眉毛 我以前管理这座山 山神说 这座山叫鸟宁山 是个美丽的地方 山上到处都是花草和动物 山下的村庄住了很多人 一切都很美好 发生了什么? 罗希问 几年前,山上刮起墙风 山神伤心地说 墙风吹倒了树木和房屋 暴雨不停地下,引发了洪水 那些可怕的风雨 那些可怕的风雨都是黑雨大王造成的 他和他的妖怪军队占领了这座山 那是他从我这里偷走的 村民和动物们都逃走了 从那以后,鸟宁山就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地方 太可怕了 罗希说 但是我不害怕他 我现在就去逐掉他 不行 山神说 黑雨大王太强大了 也太危险了 但我必须去 罗希说 那个妖怪抓了两个人 他又吃了其中一个 是的 有时他还会抓人吃 山神叹了一口气 也许是一个贫穷的农民 也许是一个富有的国王 可惜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罗希摇了摇头 他不是农民 也不是国王 他是一个叫唐僧的人 山神大吃一惊 唐僧 怎么了 罗希问 唐僧正在西行 山神说 他想从佛祖那里得到真经 真经可以帮助大唐的人变得善良 大家都希望他能成功 啊 罗希说 但是不用担心 山神笑了笑 唐僧 他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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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僧带着一个非常厉害的徒弟 没有他消灭不了的妖怪 他叫孙悟空 以前打败过天兵天将 罗希咬着 罗希咬着嘴唇 我见过孙悟空 但是有一个坏消息 孙悟空现在在另一个世界 他帮不了唐僧 哦 天哪 山神看起来很紧张 罗希抬头看了看山上 所以 山神 我必须去救唐僧 山神想了想 也许 我们可以一起救他 我有一个计划 喂 史密斯侦探在警察局总部的办公室打电话 那只猪和猴子逃出了监狱 让所有的警察都去逮捕他们 史密斯侦探 布洛姆市长大喊着跑进办公室 他大口喘着气 领带也松了 史密斯侦探挂了电话 怎么了市长 您怎么喘得这么厉害 我从市政府一路跑过来 市长喘着气说 出事了 一军人猴 占领了美罗城 小马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